當我有出頭 對 然後很大方 請客超大方 不管認識不認識的 然後就是只要打過招呼的 如果在同一個餐廳裡面出現 所以你跟金牛座會不錯好 我跟金牛座我算不錯 我後來我們上次看了櫃節目 講一集金牛座的 就是講櫃節目製作人 很摳門這件事 然後小燕姐 你有感觸嗎 她很會付錢 我只有吃過她請我吃個飯 恭喜妳 妳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告訴妳 據說星座三家 牡羊跟金牛其實是天敵對不對 對 因為金牛座是曼郎中 牡羊是集金風 所以他們兩個人 比方說兩個人談戀愛 然後想要親戀之威 就是可能 金牛座還在放音樂 點蠟燭 撒玫瑰花瓣的時候 牡羊座已經拖光光在床上 不是一個畫一個賣 我是畫面 TEMPO 那我知道 我知道意思 你懂了啦 對 好 據說牡羊座還有一個 這個聽說有 如果妳有什麼事情跟她講 她其實很容易講出去 那個是仿的牡羊 不可能 可是妳被人家一機妳就講出來了 看事情的大小 應該要看事情的大小 看事情的大小 看事情的大小 對 看事情的大小 對 沒有 她是看場合 因為我們從來跟憲哥合作 她脾氣都很好 除非那種錄影內容不OK的時候 她可能就在 窩在沙發上說 這是什麼內容 但是她這樣就過了 錄完還是很好笑 對…因為她還是想說 看 對不對 可是那一天 她居然氣到頭也不甩 她就走了 可是那一次是唯一 錄完了以後 我們NO哥在現場沒有碎碎唸 沒有開檢討會的一次 因為提早收工不是很好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那個內容真的很不OK 小燕姐妳聽聽看 他們想那個外景 找了幾個俄羅斯的那種很高挑 因為他們走馬來農場每個 就是加熱都有那種固定的 外籍兵團來表演 他說我們跟他們 就是玩一些遊戲什麼東西之類的 然後就跟憲哥講 然後我們全部的人坐車 然後憲哥因為司機開車 我們就殺到台南 一早 然後下大雨 到了那邊之後 結果玩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叫那三個俄羅斯女郎站著 然後他們穿那個 就是巴西加年華那一種 然後看起來就腿很長 他說涼涼看這三個人 誰的腿比較長 結果一涼 三個腿一樣長 好 從台北和海南 涼三個俄羅斯女孩子的腿 涼一樣長 憲哥說這是什麼節目 就走了 就走了 等一下 我們今天是在罵射手座嗎 不是 我覺得不要做 一直在弄焦點對不對 對 他很奇怪 就走了 對 那當然大家都會 對啊 我覺得憲哥會一直走 誰想得到那俄羅斯女郎發育 都那麼好咧 而且都兩個三個一樣長 怎麼涼那都 憲哥說 不能在台北糧嗎 為什麼要跑到台南 你走 真的在台北 對啊 無聊 他們很會 這個 牡羊很聰明的 聰明對不對 是智商不高的一種表現 沒有啦 轉一化 其實牡羊說是比較主觀的 就像比如說NO哥會碎碎唸 其實他是想把他的想法 灌到你的頭腦裡面 他想告訴你說 其實這樣子 你就下次就要這樣配合我 這樣 他其實是希望把這一籠都是他的 牡羊會這樣子嗎 可能喜歡操控別人 張走志好像也是這樣 我會喜歡就是希望身邊的朋友 可以聽我的意見 譬如說從買車買 走著這個路走 對… 因為我們已經有花過 我們也有花過冤枉錢了嘛 聽說你一個店 對 因為我認識的牡羊座啦 香蕭哥 他想做什麼就去做 但是他賠錢其實他就收了 真的嗎 對 因為他另外又有新的嗜好 他又去做新的啦 對不對 新研究的 新的啊 其實他們很少持久的一件事情 在一件 就是不管是生活所事 或者是他們 除非是工作必要的 就是關於錢的 或是關於就是他的 未來人生的大事 他才會非常認真 要不然其他 你跟他講的事情 隨便啊 三分鐘的 或者是你直接 對 或者你直接這一秒 跟他講完 下一秒再問他 蛤 你有說過嗎 他放空了 放空 他常常就是 就是人 靈魂不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你知道 對 而且牡羊座是 單細胞生物 所以他只聽得懂簡單的話 你說我們要跟牡羊座 溝通一件事 你不要講前言後語 你就是直接告訴他 明天五點錄影就這樣 講重點 你跟他講中間的那個過程 他會有一點聽不懂 我想跟你說 其實你知道嗎 那個製作人幹嘛幹嘛 他就這樣 講重點 所以呢 所以呢 要幹嘛 就比較有點不耐煩 真的嗎 會 那你老婆跟你講話 你會不耐煩嗎 因為 因為我為了要有好日子過 所以就是他很會看狀況 所以你們做事情 對 愛面子嗎 很愛面子 非常愛面子 很愛面子 對 非常愛面子 愛面子是屬於什麼樣的愛面子 那譬如說我剛剛講 沒有 聽說你喔 開了一部很趴的車 對不對 就是帶了妹去夜店 一定要這樣 而且沒有擋風玻璃 沒有這個 就會這樣 開門口 然後下車 好 人家大家都看了 這是張佐治的車 然後 就開回家 就開回家 為什麼 因為我很愛護車子 怕你會被刮 是不是 是不是 對 我就是 就是把車開到那個 就是 有時候女生 不管是女生或者好朋友 他們可能要去夜店玩 然後我順路要去 譬如說從西區回東區 我說我載你們去 他就說我們坐計程車 我說沒有…坐我的車 然後我就會坐我的大車 然後就是我沒有貼隔熱紙 就開車 不貼隔熱紙 我到那邊看得到 哪個藝人車不貼隔熱紙 所以有牡羊座 知道嗎 這反正就是那個 譬如說那個 之前大哥 他們有那個投資槽電 在中校東路很小的巷子裡面 開幕 那一定就是很多潮流界的人 通通都來啊 然後藝人來啊 然後我就開我的車 載我的四個朋友 就硬要把所有人群通通 巴巴巴擠開這樣 車廳師 要開開開到那個正門口了 然後大家全部看到裡面 有四個人坐在後 坐在旁邊的後座 可是司機是張兆志耶 那這四個人 應該是很厲害的人喔 然後他們就這樣開車下車 然後就進去 然後我就跟他們打成招呼 然後我去把車停好 然後再回來 我希望他們就是有光榮的感覺 不是 不是 他是希望人家看他張兆志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是不是 四個都男的 四個都男的 對啊 四個都男的 因為他是我在圈內 見到少數牡羊座 算穿著很有型 然後用了車子 騎了車子 這倒是真的耶 真的 你看嬌嬌 沒身材但是衣服 他都穿得很花俏 眼睛 眼鏡啊 鞋子啊什麼 什麼 審的花 很怕的 很怕 而且牡羊座還有一個很曖昧的 就是如果大家都一直扭捏 不吃飯 不請客 他就請了 他不喜歡扭捏跟尷尬的狀況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們扭捏 譬如說我可能在餐廳吃飯 我碰到我的後輩 好比說我碰到像大飛 大根 這種年輕一代的 有魔王大道出來的這些孩子們 我一定買單 而且他不是跟我做同桌 不是跟我做同桌 就他們做他們 打個單 嗨 曉思哥什麼的 我會買單 你一定買單 如果碰到說像憲哥 或是碰到像前輩 自己拿單給他 我也 不要買單給他 憲哥好意 謝謝憲哥